各位香港的市民同胞們 我是廣州醫科大學國家醫學研究中心的鍾南山 十八年前我曾經多次到香港 與特區政府以及醫學專家 例如Key Yuen、David Huy 他們共同抗擊SARS病疫情 當時一起討論如何搶救病人等等 在三個月的時間內 我們經過努力取得了抗擊SARS的偉大性命 十八年後 新冠肺炎COVID-19再次來了 這次來得很猛 以及遍及到全球 自從2020年初以來 我的觀察 香港特區政府領導的抗疫行動及措施 是比較有效的 在患病率及死亡率 一直處於全球中的低位 很有效的 保證了香港社會的穩定 但在今年1月5日 以後香港發生了新冠的特變毒株 Omicron的疫情以來 由於這五種病毒傳播很迅速 至今操作的計算 已經接近有六萬人患病 至少有75人死亡 這對經濟及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與其他病毒株比較 Omicron總之來說 患病的症狀較輕 主要在鼻炎及大氣中 發生肺炎的機會相對較少 所以死亡率較低 是差不多接近季節性的流感 流行性感冒 所以總的來說 市民不需要過度的擔憂 但它的危害性 遠遠大於季節性流感 一個是它的傳染性很強 我們知道流感 一般是有傳染性 不過一般來說 一個傳一個 或者一個傳兩個 它的所謂流感的傳播指數 不是很高 但Omicron不同 Omicron是一個可以傳六個 可以傳七個 所以它的傳播力 傳播性大大高於流感 這樣就會造成 社會上一些不穩定 第二個雖然它的病死率很低 但根據英國衛生安全局 在UKHSA的二月初發表的統計 在年紀大 譬如60至69歲 它的死亡率達到2.6% 70至79歲達到9.87% 差不多達到10% 80歲以上達到21% 所以現在在香港的死亡率 大概是0.15% 按這個 如果大批感染出現在60歲以上的人群 那個死亡率就會大大的增加 我個人的看法 生命很重要 不管你有甚麼不同的政治觀點或看法 但在人對病毒的鬥爭中 一邊是人一邊是病毒 我們最重要的是生命 所以我的看法 在這個領域最高的人權就是人的生命 是健康的生命 這跟我們現在的西方有些國家的理念 是不一樣的 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 對待COVID-19的指導思想 就是很明確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我們不會容忍自然感染 導致大量的長者死亡 所以我們現在的政策 還是爭取動態清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當然是預防傳播是最關鍵 首先做好個人的防護 大家都很清楚了 在香港市民很重視戴口罩 注意減少社會的接觸、聚會 現在堂食減少兩個人等等 首先自己不要受感染 這是最重要的 其次如果你是一個密切的接觸者 譬如你家人有了 居家隔離 你便是密切接觸者 應該定時增加快速檢查 即是我們檢驗包裡面的抗原檢查 如果發現有陽性 便馬上與醫療部門聯繫 包括對他們有沒有症狀 各方面 能夠向有關的醫療部門諮詢 而且有指定的醫療部門 對你的醫療情況如何處理 可以提出一些指導的意見 第三 當前最重要的就是 要將患者和健康人分開 在香港 因為已經確診的 是不能夠居家的 要另外不隔離 目前現在在香港 確實遇到很大的困難 但這個困難我相信是暫時的 據我了解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即是加速在築高灣、啟德碼頭 這些地方建立方艙醫院 make shift to our hospital 就像武漢開始 健康人和有病人才分開 是很重要的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甚至認為 譬如體育館、匯展中心 都要考慮作為隔離地區 雖然是一個短時間的影響 但能夠切斷這個環節 對香港盡快的控制疫情 極為關鍵 第四 重症病人要及時住院 當然了 在香港最好的辦法 就是集中在某個醫院 或者某兩個大醫院 這樣比較方便於 及時專業的救治 減少死亡率 這是第一 第二 要加強疫苗注射 我們知道 疫苗注射對於預防感染 及預防的加重是非常重要的 據我所知 在香港60歲以上的老年人 疫苗的接種率還不夠理想 一些資料顯示 香港接種第二針 即是接種兩針 60至69歲是72% 70至79歲是56% 80歲以上只有28% 這是很低的 為什麽呢 為什麽呢 在英國衛生安全局 曾經計算過 亦都測定過 如果接種兩劑疫苗以上 病死率 在各個年齡段 會減少一半以上 如果接種第三針 死亡率降到0.0多 是一個很大的下降 所以在這個疫苗接種上 長者必須要注意 因為我們知道 香港是一個長命的地區 在全世界來說 平均的壽命是很長的 所以長者必須要接受 重要的接受第三針的疫苗接種 那麽就可以大大地降低病死率 那條命是最重要的 第三呢 就是藥物 必要的一些藥物的治療 這些藥物的儲備 好像美國Pakslovit 已經在中國大陸都有了 批准了 當然香港也有一定的儲備 我相信 中國內地的BR2 196、198的抗體 在美國藥監局 在中國都已經批准了 這個也是一個有效的 還有就是通過一些經過 在內地純症醫學 證實的有效的中成藥 對於減輕症狀、縮短療程 減少重症的發生率 都是有效的 在這些方面 我已經和有關的企業和廠家 在講話以前和他們聯繫過 希望他們對香港給予更大的支持 我亦得到了大部分企業的積極回應 表示一定要盡最大的力量 來配合香港抗疫的需求 所以在當前這個形勢下 我們要加強 最重要的是加強團結協作 政府各個部門、商界 公立醫院、私家醫院 以及廣大的市民 都要在抗擊新冠面前 要有團結協作 我完全相信 在中央政府內地的資源 包括核酸的檢測 抗原的快速測定的試劑 協作建立Makeshift Hospital 我們醫務人員支持 好像今天我都知道 我有幾個助手 很多都跟我們香港的幾家醫院都作談過 互相討論一下經驗 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但這裡更重要的是 特區政府的努力和主導 有了這些 我們一定會共剋時間 取得第五波抗疫的勝利 為香港以及內地對外全面開放 做出我們的貢獻 多謝